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他为魏文帝曹丕出了许多好主意 因此很受魏文帝器重 有一次 魏文帝对卢裕说 国家能不能得到有才能的人 关键就在你了 选拔人才 不要娶那些有名声的 名气不过是在地上画一个饼 不能吃的 卢裕回答说 名声是不可能衡量一个人的才能 但是 可以发现一般的人才 我们不应该排斥那些由于修养高 行为好而出名的人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考核 看他们是否真有才学 现在废除了考试法 全靠名誉提升或降职 所以真伪难辨 虚实混淆 魏文帝采纳了卢裕的意见 下令制定考试法 后来 人们从中引申出成语 画饼冲击 比喻用空想安慰自己 我们下 늘要求